写完之后都是这样的 懒洋洋的 大家好 我是悠悠 这个是最早的给鸽子洗澡用的这个盆子 今天我们收拾一下给鸽子洗澡 之前用那个大红盆给鸽子洗澡 有的鸽友说这个红盆太大了高 有的小鸽子是进母去不愿意洗 说的也是很有道理 所以说我打算用这个小的 小的它放的水也少 也有助于它没在里面洗澡 反正它没洗澡也都是换着洗 也没有一下子进去那么多 现在我们刷一下把这个刷干净 没有地方刷只能在鸽舍里面刷 用水管子给它冲 都是鸽子身上的鱼粉 都是鸽子身上的鱼粉 有水的朋友 在洗澡之前一定要记住 水源里面一定要有水 水壶里面 给它多放一点 再加点水 给它冲开 开始排队洗澡了 里面浸了五个鸽子 就感觉很挤了 它们在里面洗 它们在里面洗 也有的一部分鸽子 就是在那边玩 它也不是真洗澡 之前放了那个大盆 也放了很多浴盐 放了很多水 也都被我浪费掉 我心里面也特别的感觉到可惜啊 这次就给它们换了小盆 这一段时间鸽友问的问题最多的就是 我的鸽子不产弹了 是什么情况 还以为是自己的鸽子出现了问题 其实不是的 因为这段时间是鸽子换语期 不产弹也是正常的 有知道更多关于换语期鸽子不产弹的朋友 还请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探讨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对悠悠一直以来的支持 非常的感谢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